我們今天用一分鐘的時間來討論英文作文的兩個原則 可以幫你帶出整篇作文來 英文作文來 第一個 英文作文 兩原則不管你是哪一種文體 你都必須符合第一個 Cohesion 那Cohesion的話我們又必須使用到Transition Word 那Transition Word的話 有分成起承轉合四個Transition Word OK 那這邊給大家起承轉合的 常用的句型 然後第二個 你必須符合到Cohesion 那Cohesion的話基本上有三階論 就是主張 主張說出來之後 你要進一步就是闡述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舉例 好 那以113年學測為例 我們快速帶過去看過它的題目之後 看一下第一段跟第二段它的Prom 也就是它的提示 要我們寫些什麼部分 那可以從這個題目當中 我們非常清楚的發現說 那就是要我們去說明兩個部分 好 那接下來 我以第二個 也就是同才的壓力 為這個選擇之後 我們來帶出這兩段來 第一段 首先大家 這個如附件所述 我們利用剛剛的兩個原則寫出的兩個Structure 第一段的Structure 跟第二段的Structure 以及最後我要給大家看到的 就是範文的翻譯的英文跟中文的部分 那起的部分基本上我們常用到 好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或者是 There is no doubt that 好 我們都用到了其的部分 首先 OK 我們除了學業壓力之外 我們還要面臨什麼 有沒有發現 只要你寫出這個東西之後 後面 很好帶出來 好 接下來 如果我們作文要你選擇其中一個部分 然後其中一個選項來寫的話 這是一個好句型 以上 這 這些問題當中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你認為的是什麼 然後 成的部分 就是 闡述的部分 你看到它確實實實在闡述 同才壓力的內容 然後最後我們去做個舉例 不好意思 不是最後 最後再做個結論 也就是 起承轉合 那到這個地方 第一段就結束了 那第二段 一樣 也是起承轉合 那起的部分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機器人 必須要 拿一些特質 跟能力呢 好 那 寫出這兩個能力之後呢 首先 一 跟二 一的部分 成跟轉 成 進一步說明 舉例 第二個 進一步說明 舉例 然後最後 做個總結 這篇文章 你會發現 你只要使用了兩個原則之後 文章很快速的就可以帶出來了 不用擔心你的單字量不足 不用擔心你的劇情能力 OK 以上跟大家做個說明 給大家聽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